22号美国总统拜登与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在白宫就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进行协商 迈卡锡表示这次会谈富有成效 不过迈卡锡表示双方人存在分歧 团队成员正在研究找出解决方法 迈卡锡强调永远不会以不附带 其他条件的方式提高债务上限 迈卡锡表示目前尚未安排与拜登进行下一次会面 但他一定会与拜登通话 他相信最终双方可以达成协议 新唐人亚特电视王冠林张其林综合报道 也认为他带回来